你说那七星级的帆船酒店 人家我也觉得它很大问题 你知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不是住客的话 你是不可以自由进出那个地方的 就很多人去了迪拜 就觉得可能不一定愿意 他们不是 我听说他们是一个老板住那个房间 然后下面的员工就跑去参观这样 你要进去的时候 你得买票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凭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酒店 你就是一个公共场所 你应该可以让人家自由进出 可是那它是那个城市的地标 它是那个城市 现在最有身份的就是那个帆船 我觉得倒是一个什么 我现在对那种特大的酒店倒不感兴趣 但是对他们说的那种小酒店 我也是 你比如说欧洲的那种 很多你比如说你要去意大利 当然意大利拒签了 但是我也查了很多 是看上去很有意思 一个个小小的酒店 是吧 在什么什么博物馆旁边 或者在哪条河 哪个桥的旁边 你看各有风采 各有意思 你知道这就讲到 中国一个挺遗憾的地方 我们中国最好的酒店 就得是五星级的这种大酒店 各方面设施就好 可是在很多风景点 你比如说黎江两岸 对吧 包括一些什么山 就是在占据了最好位置的地方 有一些个所谓二三级的这种小酒店 实际上这个概念 如果是在欧洲的那种小 哪怕是家庭式的酒店 做的非常好 弄的都很舒服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就是二三级 真的就是招待所的水平 床也不舒服 杀起了我疯的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脏乎乎的 但我就觉得就浪费 可惜 我也住过一个好酒店 我在维也纳住过一个几百年古堡的酒店 那个酒店印象深到什么地步 我check in的时候旁边那个跟我一起check in的人 他带了个高尔夫的那个那个锯啊 是Helmast 就是说爱马仕的球干带 爱马仕的那个球干带 哎呀给了我一个这个Juny's Suite 就是那个三层楼的阁楼的那个地方 那个窗口看出去啊 大雪天嘛 就是那个雕塑下面灯光打上来 里边的床极软 那个毛巾啊 都挂在那种暖的架子上面 拿下来都暖 我很快就睡着了 枕头套上还刺上你的名字吧 没有 但是我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了梦里边啊 我坐在首幅拖拉机上面 坐在首幅拖拉机 这个首幅拖拉机在这个山 在山路上啊 就是那个车斗就晃出了这个路面 我就随时可以会掉下去 然后声音几响就震动 我就印象非常深 最后我醒了 醒了以后我又 又跑到窗口去看这个周围的景 我想我活在这世上 For what 我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一个酒店 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我的理解是什么 因为你讲的这种酒店 在欧洲很多 我也去过一些 类似您讲的这样的酒店 我通常在那里呢 我会睡得很诡异 我有时候会睡不醒 甚至于会睡不醒 你觉得我这个是跟他酒店有关系 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我不觉得是你的问题 因为那样的酒堡里面 酒堡 那样的古堡 那样的古老的一个古堡里面呢 那你难保会有谁 其实已经在那边住了很久了 他一直没有离开 所以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去那边 我遇到这种 一开始我很害怕 到后来我就会觉得说 是我来做客的 是我来干扰 干扰了人家的生活 所以人家到你梦里来 跟你开个小玩笑 还是干嘛干嘛 你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他的梦是当年中国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的梦 手不拖拉机 不是那古堡幽灵狂美 我是带着很多人了 带着带着带着不来 我去那边